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一節就是大巴心水的時間 除了我說我的心水之外,也有補充資料給大家 剛剛在新聞台,除了早上做了連格特的一篇報導之外 剛剛也推出了一條影片說,杜曹和蘇斯克查的大隊方式 打法上有什麼不同?我們個人化很多,禮审的機會比較多 他們相對來說,杜曹是需要打整體多一點 今早也說過,杜曹去到車路試短短一個月,其實影響也相當大 究竟我們這場球如何排陣去出奇制勝呢? 因為大家要記得一點,杜曹是相當有針對性部署的教練 待會說到我的陣容後,再跟大家詳細說 另外有一件事,今早跟大家說,有位14歲的年青人 已經代表我們的U-19上陣 歐洲賽斯是U-19,U-18上陣 就是這位朋友,Philnie McAllister 樣子也挺小的 14歲之靈,U-18 U-19是歐洲賽斯,我剛才說了這樣 希望他慢慢可以踢上去 另外,這場球當然 門將 門將是第一個要解決的問題 因為兩位門將 都是相當初識,很難選擇 晚一點 即是下個禮拜,穩集又要說 究竟,長遠來計算 他們倆怎麼搞呢? 因為在我心目中,今季開始的時候的公平競爭 或者是基於一些 以知的條件而作出競爭 暫時來說是看不到的 純粹就是 總之杯賽就是軒仔,聯賽就是 迪基亞,大致上是這樣分 聯賽差不多 呼吸球隊 才是軒仔才有機會上陣 老實說 軒仔會不會願意 每年都是這樣呢 真的未必的,所以也有個決定 金平球呢,我覺得簡單一點 因為對手是車仔,比較少 高空攻勢 以及我們也會失敗一點 所以這場球我覺得迪基亞是OK的 就算用迪基亞應該都可以的 或者比較理想一點 好,接著之後 大家記得了 傷病的情況 都不太理想 所以 大家看陣容的時候 都要顧及這件事 好,跟大家講講 我心目中的 預計 加上這個心水的陣容是怎樣呢 就是打一個 偽三中堅 偽三中堅 什麼叫偽三中堅 因為有一個 Soul Call的中堅是會不停地遊走的 簡單來說 我就會覺得 我們的場主 比較上中堅的兩位代表 就是 麥加雅和拜利 但是 我們 防中會有一個球員 墮後幫手 這個就是 杜安沙比 但是 其實大家都記得了 上一場 Soul Schatz比 試試打防中的位置 我自己 估計 是一個安排 他要踢這場 球 他這場球的作用 或者做什麼 正正就是 在 防中 需要的時候 渡後做三中堅 但是 工作 並非 止於 這裏 工作 如果左邊 梳爾上去 他就要補回左邊 梳爾的位置 如果梳爾上去幫手進攻的話 相反 如果雲比撒卡 上去幫手進攻的話 杜安沙比又要去右邊幫手 所以 雖然 他沒有一個很固定的位置 但是 基本上 他需要有一個相當閱讀球賽能力 以及 有這個 知道什麼時候去做什麼的責任 杜安沙比 我覺得是以我們這麼多的中堅來講 他比較適合做這個角色 原因是因為 他 第一 他也是一個比較淡定的球員 雖然大家都覺得他很黑仔 但是黑仔不代表他不淡定 或者他不是 有這樣的才能 而且他也善於打過閘位 經常都會幫忙 還有 剛剛那場是讓他試過防中的位置 讓他有 一些比較上近期的經驗去做 所以 這場球的防守 就是要靠 杜安沙比一個遊走的 偽三中堅的角色 這個我覺得很重要的 因為對手 大家都知道 他們的進攻點 實在是多餘繁星 你都不知道他出哪幾個 又是Tammy Abraham 又是Jeru 又是 Kai仔 Hi Harvest 又是天武雲娜 都還沒有計算 Mason Maung Colum Hudson Doy Marco Aronso 你看看 數都數不完 那麼多準攻點 所以 除了我們原有的back four之外 就是 麥加爾 巴利 索爾和文比撒卡 左右兩邊 還要靠這個遊走的 杜安沙比 另外 在防守的時候 除了杜安沙比 要適時幫助 一些沒有人的位置 保位的話 兩個防中 由於麥湯 我就當他 仍然都傷了 因為有朋友說會不會兵不欠詐 可能麥湯可以出的 不過不出聲 很難說 看就是看 但如果不是的話 由於我們已經有杜安沙比幫手做一個遊走的角色 我就希望出到費特和雲迪壁 大家都猜到我龍野 費特當然 如果在我們 進攻的時候 費特和杜安沙比 如果不需要保位 假設騙手中路 雲迪壁就借位可以上去幫布露手 加上福仔和Greenwood兩個去幫手進攻 相反 如果防守的時候 雲迪壁可以上來的時候 杜安沙比就看哪裏幫手保位 即是說 很簡單來說 我們如果在左邊 蘇爾上去幫手進攻的話 我們就這樣打 雲迪壁就看有機會上去幫手 基本上有五個防守球員 可以頂住 如果在 右路進攻 雲迪薩卡上去幫手 同樣道理 曹安沙比也是這樣 雲迪壁也做了一個上落 尖前顧後的工作 如果在中間進攻 其實機會是不大的 為什麼在中間進攻的機會不大呢 我解釋給大家聽 正正因為杜曹 我們在剛剛 有一條影片之前 說他要多點時間 才能練到一些 想踢的 方式或者陣形 在新聞台那條影片 大家可以看看 但是 這麼短時間練了什麼呢 正正就練了一種很重要的戰術 就是什麼呢 阻止對方防返 這個也是他成功擊退 馬體會歐聯的一個很重中之重 就是說無論是佐珍奴 Tolacovacic 或者Mason Mark 這幾個球員在中場 就做了一個非常快 非常 有速度的搶折 包括Column Hudson 也有幫助 這幾位球員在中場 很快搶了球 所以 尤其是我們的陣容 不是那麼完整 即是沒有普巴 又沒有麥湯文尼的情況之下 如果只有 費特 雲迪壁 和 很容易被對手看得穿 所以我自己覺得 我們做中間中場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正正就是 用一個 不同的區域 都有能力 把球直接運上前 給福仔或者Greenwood 這場球前面我打兩個就夠了 因為不需要打太多人 如無意外 杜曹會放三中堅 我們放三個前面 即是進攻在前面的話 正中他的下懷 他的三中堅和兩隻翼衛 就剛剛好 招呼到我們三個 所以我反而放兩個在前面 再加上 大家都知道福仔和Greenwood 都是走來走去 你都不知道他去哪 James尤其是受傷了 我希望他能否作為一個影響 但正選就不遇他了 因為傷傷的 這樣的情況之下 就是 我們 盡量 在比較後長的時間 例如我們有盧麥 隊長麥佳也能放到長球 而為什麼雲迪壁打防中 也有另一個因素就是 雖然 他做組織能力那裡 未必 是那麼 聰明 但是 他也會有一定的能力 把球運上前面 再者 一個不小心 一個不小心 班奴 退了下來幫忙打發牌 即是說 如果班奴 如果退了下來的話 就在我們自己的三閘線 調長球給雲迪壁或者 Greenwood Restford三個去撒 雲迪壁可能是代後一點 做一個後上進攻的角色 撒了他兩個去撒 在 中場之前 已經盡量把球 發給前面的兩個前鋒 我覺得這場 希望可以用這樣的打法 去破倒 杜曹 一個針對中場 防返 或者前場已經逼你 另外 我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說 我們的後半場的球員 包括 索爾 麥加雅 拜利 銀魂比撒卡 甚至乎 費特 和 杜安沙比 希望雲迪壁都有這個概念 就算我們在後場差 對方逼我們 我們都已經練成了 不會 亂把球回到中間 但是前面的球員 尤其是 福仔 Greenwood 很多時候他們回來幫忙 就算有時卡運也是 把球無厘頭傳回到中間 輸了一個 很重要的反擊 這個也是車仔近排很厲害的地方 所以 我現在這個打法 不希望福仔和 Greenwood 回來太多 因為他們回來太多 如果回到中場拿球 反而還有機會 令到我們 失去控球權 所以 我這個打法就是 有一點點成全我們的強項 長傳急谷 讓福仔和Greenwood 自己去搞 老實說 你叫他們兩個一個鬥幾個 當然不行 所以 為什麼要出雲迪壁呢 就是除了班奴之外 雲迪壁也是另外一個 有能力 向前助攻的球員 當然 再加上適時 我們是左右兩邊 無論是蘇爾 或者是雲迪薩卡 都會有機會上前幫忙 這個也是 一以貫之 杜安沙比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他要遊走幫忙保衛 令到 麥加亞和拜利兩個 不需要整天 失去自己的中堅位置 希望就可以 一方面倒截到 車仔那方面的強勁 有很多不同進攻點 的攻勢 另一方面 就是在反擊方面 做到一個比較上 早點 去放球的反擊 就不要那麼容易 在 我們自己的後半場 失去控球權 令到車仔 發揮到他們 杜曹 現在已經煉成了的 其中一個絕招 老實說 杜曹再較久一點 會不會在車仔那邊 多點其他絕招 我就不敢說 但是 現在他 現成這個絕招 也絕對 在 剛剛那幾場比賽 也絕對得到很多 甜頭 以上就是我自己關於這場 的一些想法 以及 其實這場我自己也看了很多資料 關於杜曹 怎麼做 因為 老實說 杜曹 從多摩特開始 已經知道他是一個 很多 不同打法的一個領隊 但是去到PSC的時候 就受限於 尼馬哥那些 令到他 戰術上高 就沒有那麼創造性 去到車仔 好像剛才所說 現在又沒有一個焦點球員 正正 令到杜曹可以好好發揮他的創意 當然 創意就不一定會行 但是 創意會令到對手難以估計 這件事我想蘇斯卡賊就真的要 讀一讀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也 很喜歡做針對性部署 如果我們打回我們 很正常地的普通的4231的話 就很大機會 中計 那究竟 如何情況呢 今晚就會大家知道 記住了 千萬不要在這條片上留你的 深水預計陣容 留就要回到 i字 影片上高 左上下下上角 如果你自己要把 手指放在畫面上高的話 即是看你的手機還是電腦 就會出現 按下的i字就會找回 上一條片 今天上一條片 就看看 是雲敵壁做封面的那條片 在那裡留你的深水預計陣容 6點前留 8點後我就會做 大家的深水那條片 希望萬聯可以出席借星 Sorry 希望萬聯今天可以出席借星 拜拜 拜拜 bart 雲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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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敦